Do you know how happy we are when we see so many English picture books in our library? 接牌一事前 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文 向彰化县长王惠美 以及在场来宾致赠感谢词 谢谢县主的深深播种 学生说 平时对英文都有在学习 这次图书大进步 让他了解了更多的学习教材 透过一些阅读 可能有一些不会的字 可能可以自己上网查 然后认识更多智慧 这样子在沟通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更有帮助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可能会读到更多单字 使我在外来更有竞争力 彰化县政府专款采购了 540箱书籍 在17所学校成立20座 英文爱的书库 总计18900本英文 适临优质图书 我们现役总共有 这个9个年级 获得了50几箱的补助 那老师们在英语教学资源的 运用上 就非常的充分 透过爱的书库 大家可以轮流 来做这个书籍的一个阅读 那特别也提供给老师 在上课的过程中 统一的一直来教学 张化县政府表示 县府积极推动阅读教育 至今一共成立 36座英文爱的书库 建置54所学校社区共读站 今年更获得教育部12座 阅读磐石奖 这次突出大进步 期望能提升学生们 英语的阅读能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石鸿台湾彰化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